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及时修剪 今天这个办的事特别高兴 早高峰一孕妇突发无事 交警卫起紧急开道送医 驾驶警车带领家属及患者 安全带至我马路产院 真实年龄与户籍年龄差五岁 大安公安沉密核查 老人真实年龄得恢复 公安局和派出所一起努力 把我的年龄恢复了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各位好 我是朱进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当中 这个水电煤气哪一样都少不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两三天的时间没有水 那是不是会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 没错 这不加注长春市天地十二房小区的 张先生向我们兰姆族发言了 说他家这栋楼就遇到类似情况了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到现场来了解一下 明天细细细细 你最起码受影响 是吧 就是每天人基本生活的 现在连吃饭都不能吃了 没有水呀 吃药我真早吃药我还没有水 你说吃不吃 上边说都去不了了 卫生间这大哥天呐 天地十二方二十五号楼 共有十五层一百多户居民 加上一楼的底部都属于停水的状态 这突发的停水 让全楼的居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昨天一点多钟就开始停水 也没给通知 我们也没有损水呀 然后就上那个超市买 然后一早上那超市就被都被抢空了 居民们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停水了 不仅没人通知停水 大家也不知道联系哪个部门 记者随后拨通了长春市水务集团的电话 半个小时的时间 抢修的工人师傅就来到了现场 对漏水原因进行了勘场 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 我们的记者再一次联系了天地十二方小区 25号楼的居民 大伙说今天上午十点多 整栋楼就已经恢复供水了 目前大家伙的生活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下面我们再来追踪一下长春市 长客壁区两栋楼前这两棵大树 挡住20多户居民阳光采光一事 5月11号我们记者在采访当中 陆园区的园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了 将会在一周之内对树木进行修剪 那么现在这树木修剪了吗 来了解一下 5月13号早上7点 记者再次来到了长客壁区二栋的楼前 看到陆园区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挡光的大树进行修剪 这个揭露的树呢 属于行道树 我们必须保留这条树 不能给它罚掉 为了解决居民挡光的问题 我们得重检一下 角度稍微狠一点 但是上面还得留直刹 让它继续蒙发 保持揭露景观的完整性 这个数目吧 比较大 在修剪的过程中 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说我们的工人要求呢 必须戴安全帽 接安全绳 上雕车作业呢 必须得专业的巨手去做 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条街路上的行道树 树林长长得高大 可能都涉及到挡光的问题 借着这次机会 他们对附近可能存在危险的树木 也进行了统一的修剪 同时工作人员还提醒广大居民 发现树木挡光的情况之后 自己不要随意的动手处理 对于这种大树来讲 我们特别不建议居民进行修剪 伊斯坦呢 它比较高大 高大的话 你上去去做业是非常危险的 容易出现人身素果 然后它那个素质也比较粗 你拿下来掉落 砸着车物啊 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东西 最好是联系我们的专业部门 让我们专业部门来处理 看到困扰已久的挡光问题得以解决 长客壁区二栋的居民表示 这心里别提过高兴 这个是挡光挡量挡风 已经是多年的 太沉寂了 看到眼前的情景 从心里说眼光一亮 真舒服 就是一句话舒服 今天这个办的这个事 特别高兴 这一敢开窗了 以前都不敢开窗 这事办的特别好 大伙瞧瞧 还得是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这专业的园林部门来切尸咔嚓 就把这个树给砍了 而且呢 还是注意留留这个景观 这个空间 没错 所以说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还是那句话 如果遇到这种大树挡光的情况 大家伙呢 别自己动手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帮大家来想办法来解决 毕竟这个安全无小事 是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追踪 在三月末呢 有长城市民跟我们反映说 长城市东岭南街的早事 突然关闭了 说起原因 其实之前我们调查过了 是因为这早事呢 可能是存在生产安全 食品安全 包括消防安全 疾病 防控等等方面 都有隐患 所以需要进行整改 那么如今这个早事 经过近两个月的重新改造 焕然一新后 又重新和大家见面了 3月22号 长城市东岭南街早事 停业整顿 期间4月5号 记者再次踏查时 发现早事原本坑洼的土路 一部分已经铺上了混凝土的地面 工期呢 还要延长 5月13号 记者在早事外面的围挡上 看到了东岭南街早事 隆重开业的字样 挺好的 人挺多的 因为现在都是以这个 那个为工作嘛 所以就是一直盼着 真好啊 终于开业了 这碗昨天这碗热的 就差放挂扁了 在现场 记者看到部分商户 在整理货品 也有市民亲自来了解情况的 大伙都说 这环境值得等这么久 推着过来看看 他可能这个早事 就是每天就上午到10点多吧 就一看这个场面都挺好啊 很好啊 这方便 老百姓 这个生活安居乐业 有幸福感 社会就安定 特别好啊 而且这都修得特别高档 挺好的 还干净 卫生条件都上来了 挺好的 早事重新见面 是方便大伙了 可是早前提及的一些隐患问题解决了吗 记者拨通了东岭南街早事负责人的电话 街道和这个区里边都同意开业 今天开业的 现在有200户左右吧 果菜和肉类 这就是开了 果菜类的还得就是这个 店面还得进行开造 能开的话大概得一周吧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长春市的公共自行车 那长春公共自行车从2016年上线运行以来 每年在4月下旬都会在长春市的54个租车站点进行固定的投放 但是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呢 那目前的站点却是空无一车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 近日有长春市民反映 长春市公共自行车的租车站点内 一辆自行车都没有 针对此情况 记者踏查了长春市卫星路 民河街等多处公共自行车租车点 租车站点内的确空空如也 据了解 如果想要使用长春公共自行车 需要到长春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站 提前交330元办卡 长春公共自行车的运行时间 为每年4月22号至10月22号 往年长春公共自行车在4月下旬便会投放 可目前已经5月中旬仍未投放 那至今未投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咨询了长春公共自行车客服中心 我是已经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引入了共享单车的服务项目 公共自行车作为已有的通用方式 为了更好地给市民提供服务 正在研究在原有公共自行车站点的 基础上进行一个升级等事宜 预计什么时候能升级完成啊 这个但是还没跌下来 但是现在可以进行一个办理退行的服务 今年4月14号 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上的中标公告显示 有三家符合条件的运营商 将进入长春市主城区 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活动 分别为哈罗单车 轻举单车和美团单车 对于共享单车的具体投放时间及数量 记者也咨询了哈罗单车的长春负责人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 因为长春地铁5号线施工需要 长春有轨电车54路55路终点站 将做出临时的调整 那么我们作为乘客 到底该在哪乘车或者是换乘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从2021年5月15号起 至2024年12月30号至 长春有轨电车54路55路 工农大路终点站临时取消 即宏崎街与建工南路交汇处的长影站 将临时调整为54路55路旗址站点 为缓解广大市民出行不变 乘坐5455路公交车的乘客 在长影站下车之后 可以乘坐临时调配的 有轨短级波车辆至公共大路 据了解乘客可免费乘坐接驳车辆 无需购票 换乘有轨电车正常购票乘坐 临时接驳车配备8辆 行车间隔高峰4分钟 屏风5分钟 会根据工作日 双休日 节驾日客流需求调整车次 接驳车线路运营时间尾 长影站至工农大路站 手车早6点 末车晚20点 工农大路至长影站 手车早6点 末车晚20点 另外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乘客朋友 在车站临时调整期间 如果大伙发现这接驳车辆 有配车少 配车不足的问题 可以随时拨打12328来反应 会由线路管理员来进行核实和调整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件正能量的好事 说最近长城市有一位孕妇在路边 突然感觉到不适 家人急忙时报警寻求帮助 气开交警大队的民警 在接到通知之后 马上就赶到现场 并且开导引导将孕妇送到医院 事情发生在4月28号的早上8点多 当时正值早高峰 长城市七开交警大队的民警 正在东方大街于安庆路交汇处直勤 这时 一名男子突然将车停在路边 急匆匆地上前向交警指导 我们大队长在电台呼叫我 说有一名孕妇 我先着向流产的迹象 情况是十分危急 由于我们大队长时日早高峰 正在调渡全大队的交通 指出流量情况 并委派我 民警到达现场后 男子称自己要驾车 送妻子到五马路的 长城市妇产医院进行检查 但是当时路面堵车 怕耽误孕妇的病情 希望交警帮助 接到求证之后 民警立即为其开道 引导孕妇的家属开车前往医院 驾驶警车 带领家属及患者 安全带至五马路产院 由于正值早高峰期间 按正常交通领量算的话 它需要用时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在我们的安全互动下 时间仅用15分钟 据了解 由于孕妇就诊及时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已经出院回家安胎 岳父家属 一位气开交警大队的民警 送来了锦旗 表示感谢 我们都知道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近期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组织抽检了六类食品 共212批次的样品 而这其中有12批次样品 不合格 我们来看看到底涉及到哪些批次 5月10号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发布关于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通告中指出 本次抽检的212批次样品中 合格样品200批次 不合格样品12批次 被曝光的不合格样品有 松原市 德北良品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 标称松原市 松江老醋酿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酿造食醋 不挥发酸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松原市 宁江区草根便利店 泥窑店 金麦蛋糕摊味销售的 无水蛋糕 铝的残留量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标称长春市 阿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鸡蛋香葱面包 菊落总树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等等 那么 这些被曝光批次的产品 是否仍在销售呢 记者随即选择了 其中被查的一家公司 长春市阿兴食品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 对该批次产品 已经进行了下架处理 包括我们现在企业 在生产的这个产品 我们也进行了下架 复检 再生产 虽然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 可能对人体有所影响 但您也不必过于担心 对于初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以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预查处 召回不合格产品 并进行整改 食品安全 纵上之中 我们一定会加大企业内部管理 和内部检查机制做好 让大家吃到放心的面包 真实年龄与户籍年龄差五岁 大安公安沉密核查 老人真实年龄得恢复 公安局和派出所一起努力 把我的年龄给恢复了 火车站附近垃圾桶去哪了 管理做检法 真能到B2自律自绝 他们的抽着烟都能理解的 我讲也挺内定的 长城市断头路工程稳步推进 多处断头独点将陆续消失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内外热点新闻 首先来关注印度疫情 有媒体报道 印度一大学20天内 有19名教授因新冠去世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昨天报道 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20天内 有44名教职员工因新冠去世 包括19名教授 该校医学系的主任 法学院院长和一位著名的范文学者 等多位教授因新冠去世 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方面表示 目前该校的医学院 已接收超过100名新冠患者 校方担忧校园内 或出现了一种更致命的变异毒株 副校长已致信 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 要求对相关病毒样本进行分析 新德里电视台昨天还报道 今年4月印度德里一名牙医女博士 在怀孕7个月时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两周后她失去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 这名34岁的博士也离开人世 留下3岁半的大儿子和丈夫 在她去世前几天 这名女博士向家人和朋友 发布了一条视频 呼吁她们不要轻视这种致命的病毒 另据印度时报11号报道 印度中央帮拉特拉姆 一名医护人员在外出买药时 遭了警察殴打 据报道 这名医护人员表示 她晚上出门只是给生病的母亲买药 经过核实 该医护人员已被从当地警局释放 事后殴打该医护人员的警察声称 她当时喝醉了 而那些因疫情滞留在印度的华人 也遭遇冲击 根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统计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 被迫滞留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 有30多名 其中在德里上学的王岳洲 上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印度疫情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 从这个4月份开始 动不动就听说谁去世 突然有一天我们房东就发行息 就说他没干扰了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危险离自己那么近 由于房东一家全部被病毒感染 王岳洲不得不带上口罩睡觉 每天住房间喷洒消毒水 已是常态 所幸房东一家不久后恢复健康 王岳洲表示 此前几个月 随着印度疫情数据的逐步下降 当地人的防疫意识松散了不少 这一波疫情来袭时 大家还没有什么反应 直到身边有人被感染 甚至被病毒夺取生命 我们学院门口 就是有一个卖茶的一个大爷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和同学去他家买个 买杯茶 喝喝聊聊天 谁也没想到他 这个人就没了 我们老师突然就不来了 但没想到有过两天 老师说老师就被感染了 现在刚刚好 好的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湾 台湾新冠疫情造成多起社区感染 这也酿成了岛内民众的恐慌 爆出了强买潮 进到店内 口罩一盒一盒地拿 每人手上最少都拿个三四盒 药店门口排长龙的景象又出现了 口罩几乎快被抢光 尤其是双层保护 以及N95的口罩更是受欢迎 就是疫情已经很紧张了 所以就要加强一点 会害怕吗 当然会害怕 药店人员捕获的速度根本赶不上 就连酒精 民众也是一瓶一瓶地搬 从昨天记者会后之后到今天 一个药局可能销售 像我们药局可能超过1000克的一个医用口罩 对 像大同的酒精 的确供货上送过来的速度 比不上客人买的速度 不止防疫用品出现抢购潮 到内民众大买特买的还有民生用品 量饭店内泡面区有人一次就买了四包 还拿了大纸箱装 看到另一边的卖场 民众的推车都推往卫生纸区 就连泡面干粮同样也变成热销商品 想说有一点点的危机意识 先来准备一点点食物这样子 卖场内人潮陆续涌进 从12号中午开始更造成卖场周边堵车 这波抢购潮也延烧到了岛内电商平台 民众网购瓶装水 无奈一转眼就被抢完 泡面也是一箱箱的被下单 同时我们也建立了防疫转取 里面不管是口罩 清洁 消毒的用品 甚至是一些及时料理 根据统计 5月11号 台湾爆出7例本地新冠确诊病例时 岛内电商平台上的酒精 湿纸巾 自动喷雾机 洗手机 干洗手液等销量 比前一天成长近三倍 其中卫生纸比平日成长两倍 口罩单日销量也飙升十倍 岛内民众心里日渐恐慌 对此蔡英文12号下午 在主持民进党中常会时 向台湾民众喊话 防疫物质跟医疗的系统都是充足的 请大家放心 疫苗也会陆续到位 不过对于蔡英文的讲话 不少岛内民众都提出质疑 有岛内网友问 疫苗会陆续到位吗 年底吗 一个领导人现在还在讲不着 编辑的糊弄话 令人厌恶 还有网友怒斥 每疫情都你们超前部署 有疫情都我们老百姓散漫 不团结 去你的 也有网友讽刺蔡英文 说废话 更有网友表示 我们要好的疫苗 其他的废话少讲 做不到就下台 杀猪盘的故事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而杀猪盘的受害者 常常因为感情的羁绊 越陷越深 但留学英国的博士张女士 却在发现自己被骗之后 当起了侦探 跨洋 跨时差 到多个派出所 来打听骗子的真实身份 张女士说 2019年8月 她通过一款社交软件 认识了蔡某 蔡某自称家在北京 家境殷实 母亲是领导 父亲开公司 张女士是北京人 在国外留学6年 尽管和蔡某相隔万里 但交谈中 张女士一度觉得 蔡某和她的心灵距离很近 因为认识了好几个月 经常会联系这样子 所以就一步步取得了信任 转眼两人认识了三个月 蔡某由最初的嘘寒问暖 到视频聊天 再到相互前半 有一天 蔡某提出要去英国 看望张女士 因为家里管得严 她希望张女士 帮着出机票钱 转完钱 前后有一个月 好像都没有来 也没有不理我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就是从 也不接 我以为就在忙嘛 或者因为本来 中国跟英国就有时差 蔡某究竟是不是骗子 如果是 为什么还敢联系 如果不是 为什么又没有如约 来到英国呢 一个月后 张女士要求蔡某还钱 蔡某说 自己网上银行内有50万元 如果取出需要先交5400元手续费 张女士再次给蔡某支付宝账号 赚5400元 果然 这5400块钱同样打了水漂 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但远在伦敦的张女士 想要在北京找到蔡某 谈何容易 张女士称 她手里只有蔡某的真实姓名 和出生年月 于是她搜出北京所有派出所的电话 挨个拨打 试图查出蔡某究竟住在哪里 熬着时差 经过了半个月的尝试 张女士找到了杨桥派出所 民警正式受理开始侦办 查找了解 她骗到这个市主的1万多元钱之后 就用于个人消费了 经民警调查 蔡某32岁 无业 不仅骗了张女士 还涉嫌诈骗同事王某27万元 那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知道 为什么呀 偏钱 多长时间没出门了 一年了 蔡某说 这一年她一直都在这儿 怕警察找上门 她三天叫一次外卖 每次都是后半夜 蔡某坦白 她骗来的钱都花在了网络赌球上 嫌疑人落网 受害者张女士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欢迎回来 继续来看新闻 5月10号 我们来报到了白城大安市 两家子镇居民崔先生 真实年龄 与户口本身份证不符的事 如今事件过去两天了 崔先生的真实年龄 究竟能不能得到顺理恢复呢 我们来看报道 崔先生是一名农村级退役士兵 最近他在准备办理农村级退役士兵 老年生活补助时 发现身份证与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 与自己的真实年龄相差了5岁 本该是1959年出生的他 身份证与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 却变成了1964年 如何进行户籍年龄变更 成了崔先生最近一直在忙碌的事 5月10号上午崔先生将相关证明材料和变更申请 提交给了大安市公安局和两家子派出所 了解情况后 两家子派出所连夜对崔先生的证明材料进行核实 并寻找到其近亲属和战友同学进行核实 经过两天的调查取证与分析研判 5月12号大安市公安局护政大队来到了两家子派出所 现场对崔先生要求变更出生日期的申请做出了回复 当事人村外发于5月10号来到我护政大队 主要是想申请更甘年龄 本着为群众拜实事的角度 护政大队经过两天和派出所的调查和调查核实 现在已经基本查实符合这个更甘年龄的条件 待我大队经过这个审核通过之后 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当事人予以办理 得知困扰自己多年的户籍出生日期问题 能够得以更正 崔先生也对大安市公安机关表示感谢 等更正程序完毕后 崔先生将会按照流程进行农村级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申请 公安局和派出所一起努力 把我的年龄给恢复了 我挺感谢他们的 下部准备办我的补助了 我们再来换话题 说到五一期间 很多人出门都会选择乘坐铁路出门 不过很多成哥不理解 说在车站附近想随手扔个垃圾 却发现垃圾桶不好找 只能将垃圾携带上了火车站的后车室扔掉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俩今天去外地出差采访 天这么热我给你买个水啊 降降温解解暑 来 谢谢你水 瓶给你 你帮我扔了 好嘞啊 我给你扔了啊 这个垃圾桶在哪儿啊 咱找找 咱找找 记者在南站地下发现呢 这么长的一个圆形通道只有六个垃圾桶 那么记者拿着这一个简单的小说道品 要走将近五分钟才能找到一个垃圾 记者发现 长春站南广场地下综合换乘中心内 洁净明亮 地面如同镜子一般十分整洁 虽然保洁员不少 可换乘中心地下一层大厅里 却只看到十二个垃圾桶 其中还有四个垃圾桶 隐藏在乘客不已发现的位置 综合换乘中心 保洁班长介绍 他们的垃圾桶 均在换乘中心立柱附近 乘客用肉眼 确实不容易发现 大厅三个 Air口有两个 咱们那个甲还有一个 甲还有一个 对有 那现在总共几个来面 咱们大厅八个 在长春站站前广场 记者也只看到六个垃圾桶 其中有五个垃圾桶 在地下换乘中心 进出口处 一个垃圾桶 在广场南侧 许多乘客手握垃圾 却无法第一时间 找到垃圾桶 清洁工具上 长春站人流量大 吸烟群众携带 临时乘客很多 垃圾桶的缺少 让许多乘客 只能手握垃圾 部分乘客最终选择 将垃圾扔在地上 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工作量 不方便 这就是不方便 不方便 对 完全他们的抽着烟 都冷地些 抹剪也挺累 在全长316米的 长春站南北 换乘中心地下通道内 记者也只看到一个垃圾桶 北站地下二层换乘中心 近千米的大厅内 也只有三个垃圾桶 其中一个还设置在 地下停车场门口处 地下一层换乘大厅虽然有12个垃圾桶 却有6个在拐角处 记者发现 许多进出口乘客 均推着行李箱 拎着大包小果 为扔个垃圾跑来跑去 确实不方便 北站地下换乘中心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情况反映给集团领导 待调查研究后 针对中心部分区域增加垃圾桶数量 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城市 在效仿一些先进城市的做法 降低城区内的垃圾箱的密度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 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对垃圾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契合实际多思考思考 不要学了先进又了初心 我们再来换一话题 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 出去又跑又跳去玩耍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今年已经6岁的都督 却不能被父母允许做这些事情 他自己也知道 这不能和其他孩子 一样享受追风的快乐 成长至今一家人住的房子 就是他最大的天地了 可是如今就连这片天地 他都守不住了 最想坐的是什么 最想坐的是 马上跟上都有招式 有生育油和园 喜欢买车了 还有跑 我家小孩呢 小名叫小嘟嘟 在30个月留的时候呢 上幼儿园能有一周的时候 就感冒了 发烧 上幼儿园做检查 他的血像就跟正常感冒发烧 病毒感染 吸血感染的血像就不一样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血像 还没有达到确诊的血像 当时觉得没确诊还挺好的 因为没有确诊 证明孩子没有疾病 但是呢 2018年的7月 孩子是3岁 确诊的是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我心不行 我一跑一会儿 心就光光跳 爸妈妈不让我出去 就感觉 我不能跑 不能玩 不能骑化办车 我在家 或者是看电视 或者是看电视 或者是玩奥特曼 或者是摆奥特曼 都行 我不开心 摆就开心 因为这个药品是 必须得达到一定浓度的 才对这个疾病是有效果的治疗 但是呢 随着这个孩子的体重增长 药品我们加不上去了 为什么我们这个浓度 达到不了标准呢 是因为它的肾功能 造成了损坏 吃药导致了病发症 所以说这个药 我们也不敢家 医生也不建议我们家了 我们家这小孩吧 就是成天庭大眼头 要给他治病 给他治病点 卖房子 再开始就哭 哭后来吧 睡觉就口 我说你口的咋呀 我就不想要你卖房子 就是这一回事 那天找我他爸说 这谁往沙发上 画的钱笔印啊 就想他 你这样的事 这房子还想不想卖了 他就好好哭 完就说 我画 我因为啥画 我就不想让你卖房子 你卖完房子 咱们几个人上哪住去了 想通过社会的帮助 包括每一位热心人 每一位好心人的帮助 帮我们 帮我们家 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都会记在心里 等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我们也会教育孩子 要做一个好人 要回报社会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联合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首先来看几条 咱们省内的热点 说最近在长敦的 一个马路上面 一位老人骑车摔倒了 正巧后面路过一对夫妻 两人的举动呢 获得了点赞无数 我看一下啊 好半天了 我想你奔赴我来 你就是谁这男孩 谈完之后 很多网友们都有话要说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心里有爱的人 并且将爱传递给了其他的人 说到了 有个好媳妇 这块多重要 而且都说了 无以类聚 人与群分 这是两个人心都好 才在一块的 还有说到 相信还是好人多 我们也希望 老人摔倒 服不服 不会再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了 我们也希望 以后遇到有困难的人 大伙都能伸手帮一把 大家也都可以 没有顾虑的去做好事 头说 父母的心头肉是孩子 而下面这条视频 可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孩子在考场里 参加体育家事 家长在考场外 那是无比的紧张 看完之后 很多网友是深有感触 我们来看一看 真是家长比孩子紧张 因为家长知道有多重要 确实家长为孩子付出了一切 能做的都做了 说到了 孩子能不能听见不重要 家长努力了 我们相信孩子也都能够听见 并且能够跑出好成绩 还有说了 当了妈妈才理解 为啥当年我妈妈 非要在考场外等着 确实 孩子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父母的心 但是无论怎么样 都要铭记心态的举足轻重 只要孩子平时用心训练过 就无怨无悔了 千万不要背着包袱上赛场 作为家长 我们只要静待花开就好了 说到最近 安徽某公安局接到了报警 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附属 并且举报了 接到诈骗电话的整个经过 面对花式骗术 以及言语的恐吓 这名小学生以缜密的逻辑和防骗意识 让骗子自行挂断电话 而接警员对孩子也是恋恋夸展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感叹 说到了 很多人都默默的自叹不如 确实 这孩子的防骗意识太高了 很多大人真不如这样子 有说到了 骗子无处不在 小朋友防范意识真的很高 这得益于什么呢 家庭 学校以及很多媒体宣传 还是到位了 有说到了 我竟然不如一个小学生 确实呢 我们要为这位小朋友点赞了 面对骗子 花式骗术 以及言语的恐吓 都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并且语知 斗智斗勇不切场 是咱们很多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而警方也在这里提醒了 说如果遇到跌情诈骗 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些骗子 有机可乘 说昨天的网传广东 顺德一个女子 将孩子放到马路上去弯耍 随后蹲在地上的小孩 被一辆白色轿车碾压 视频令很多人揪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来看一看评论 说这是什么的家长 孩子就扔在马路上走了 确实无法理解 说到了太吓人了 遇到这样的妈妈真是无语了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孩子以后的安危也没有保障 看到视频真是让人家心里一紧 好在孩子被迅速送往医院 目前已经出院 孩子身体没有打碍 而事故也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我们都知道 汽车视线是有盲区的 孩子们尤其身材比较矮小 更容易被忽视 而作为家长 如果不能尽职尽责 疏忽大意了 危险就在下一秒 很可能降临在您的孩子身上 所以说道路不是游乐场 家长们一定要看管好 前面是父母自己不当心 差点害孩子受伤 而下面这条 却是因为父母气心 才发现了看护孩子的保姆 竟然有虐待孩子的情况 然后看护方 然后就打了那一打嘴巴子 他就说 可能是因为他什么 他娃住院 可能是心里面又要憋屈 加上娃一不听话的上头 然后就直接一巴掌删过去 我们可以去平行检查 检查有问题 我们走保险没有问题 大概就算了 目前劳动者已经被平台全线 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下线 并且拉黑的处理 此劳动者在我们平台 将不会再次采用 目前我们是安排了 武汉的医生和专家 然后希望沟通 能带宝宝去做一个 全面的一个检查 目前用户还未采纳 我们的这个建议 我们也会积极地保持一个沟通 我们先来看一看评论 说到了 想找个可靠的人 看孩子太难了 确实再怎么样 都不如自己家里人 看着可靠 说了这样的保姆心理 就不健康 就不应该上岗 确实是这样子 必须得严查 所在的家政公司 说了心情不好 也能算是打孩子的借口 真是太没有职业素质了 确实无论什么样的借口 都不能成为保姆打孩子的理由 平台退还的服务费 以及保姆工资 自业一定不能够弥补 家长和孩子所受的伤害 当然我们在追究责任同时 如何去避免这一类事情发生 才是关键 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来保护财心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与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 国内各地的新闻 最近在江苏南通的市区 一辆黑色的SUV压黄石线掉头 正在执行的交警发现之后 上前制止 但是这名驾驶员竟然抗拒执法 驾车逃离了 事情发生在郭里远小学门口的东侧 当时一大队的交警朱永金正在护学执行 这时候一辆黑色的SUV游东向西驶来 在学校门口东侧压黄石线掉头 我看他要掉头 我赶紧示意他 我说接着往前走 往前走 然后他没有听我的指示 然后直接掉头过来了 驾驶员违法掉头 而且拒不接受交警的检查 朱永金怀疑这辆车有问题 于是就骑着警用摩托追了上去 在工农路中石化加油站的路口 朱永金将车辆蓝停 示意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 但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你前中心想到我了我跟你说 我送小孩 我小孩有问题 我弄死你 我跟你说 我人下来了 在他前面蓝停 他那个推的我 从右侧第二侧到 接着往前走 大概推行了十几米吧 增援警力赶到之后 驾驶员才下车 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随后 城东派出所 将驾驶员带回调查 据了解 驾驶员姚某是数千人 31岁 事发时 车上还有姚某的妻子和孩子 据了解 姚某是因为害怕驾照扣分 所以才顶撞交警 试图逃离现场 因为当时犯罪嫌疑人 这个驾驶证 计分已经扣了9分了 他如果再被交警现场执法扣 扣3分 那么他的驾驶证将被 扣 占扣 并且要重新学习 所以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心理下 他这个驾驶的车辆 拒不配合交警之法 逃离了现场 目前姚某因涉嫌袭警罪 被重川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最近在重庆渝中区的棉花街 一辆宝马越野车 将路边停着的一辆轿车 给撞到了台阶的下面 这两台车的维修费用 初步估计得10万元以上 棉花街18号 开着好几家酒店 这儿的平台常有车辆停放 其中一辆红色轿车的下方 是通向朝天门的台阶 向下前行820米就可以到达广场 上午11点过 宝马越野车又转上坡进平台 发现车前有行人通行时 没有刹车让行 反而加速前冲 教寻警结合监控视频和事后了解 判断驾驶宝马车的女驾驶员 将油门当刹车踩了 处理事故的民警接着说 红色轿车车尾被撞得厉害 向台阶下方滑行过程中 又一路碰撞伤得不轻 好在台阶越来越窄 又有平台 不然一直下滑 后果严重 红色轿车卡在台阶上 将路也堵死了 凌晨1点35 车才被吊了起来 恢复道路的畅通 警方判定 宝马车女驾驶员操作不当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红色轿车无责 现在很多车都装上了 行车记录仪 在关键的时候 行车记录仪所拍摄到的画面 不但能够保护自己 还可以成为警方取证的利器 两天前 从天津市来西安旅游的 王先生和他爱人 驾车通过 渝兰高速石谷山隧道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 让他后爬不已的事情 只见王先生驾驶的车辆 在隧道内 客车道正常行驶的时候 右侧行驶的这辆车牌号为 陕翼F3045-928C的半挂车 突然在实践上 强行从货车道 并到了客车道 若不是王先生采取了紧急制动 一场碰撞事故 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随即 王先生的爱人立即报了警 高速交警介绍 在我国境内 由于隧道内光线昏暗等诸多原因 所有的高速路隧道内行车 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在隧道内一定要按规定车道行驶 右边车道是大货车 大客车的行驶道路 左边是小客车 在隧道内不能超车 严禁超车 也不能随意变道 卫南高速交警 依据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最终把这辆半挂车的司机 请到了卫南高速大队 好好聊聊 赶时间卸货 可不能成为违法行驶的理由 既然对自己的行为认知到错误 那就得为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按照 据案法的旧条北流 对你处于缓缓 二十块钱 加速计算你处罢 你有什么意义 是否接受 最近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小区 发生了一起火灾事故 一辆乡市货车 不小心拉断了380伏的电线 导致了起火 这辆车在灭火无效的情况下 沿着小区的通道行驶 一路引燃了六辆轿车 小区内公共视频显示 下午三点半左右 这辆已经燃起大火的乡市货车 在小区北侧狭窄的通道内 一路开行 将路边停靠着的轿车引燃 据目记者说 事发时 这辆乡市货车 在小区东侧的一个幼儿园门口 拉断了一根380伏电线 拉断时产生了火星 引燃车体 那幼儿园给他们五月用掉了十几网的灭火系都没有 他把车就开出来了 开出来了就像一条火熔一样 油都出来了嘛 车开到哪里 油就火就到哪里 记者从区委会了解到 肇事车是一辆进入小区施工的车辆 是一辆施工的车 是进来开过来是拉断了那根电线引起的火灾 当时实际上现场就看到火了 就是我们马上就一个打119 他们现在打119 然后居民志愿者一起 就是楼道里拿灭火器 路上的火箭灭 记者在现场看到 被引燃的车辆有本田 宝马 奔驰等 车损普遍较严重 目前乡市货车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肇事司机涉嫌在车上装载了桶装柴油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5月10号下午6点半左右 云南宜良县的江先生在一家火锅店吃饭的时候 临桌煤气灶开关突然起火 店内的监控记录下了事发室的整个过程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 傍晚6点26分 店内右侧靠近店门的一桌顾客 突然全都起身 向桌下摆放煤气灌的位置看去 临桌的一名黑衣男子健壮 也急忙上前查看情况 紧接着桌子边的人群四散而开 桌子右侧窜出火苗 黑衣男子健壮再次上前俯身下去 将手伸向桌下煤气灌的位置 煤气灌被男子关闭后 男子在一旁观察后 又从桌下拿出连接煤气灌的软管 将管子上剩下的明火扑灭 江县说当时听到隔壁桌的人 大声呼叫着火后 他毫不犹豫地便起身赶了过去 考虑到店内其他人的安全 自己没多想便立刻上前 关闭煤气灌救火 5月10号凌晨杭州110街道报警 一名男子爬上了杭州西星大桥 坐在栏杭上要寻短见 还让民警给他送酒过来 当天凌晨三点 正在杭州旺江派出所值班的民警 朱龙雷接到同事的赠援指令 和指挥室的情况是说 需要我们带一瓶白酒去增援 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要带个白酒 本来我还在想到哪里去买 后来想我自己刚好办公室刚刚到的酒 朱警官这周日办婚礼 网购了一批白酒刚刚寄到 他马上拆开一瓶白酒 带到事发现场 到了现场后发现 这个小伙就已坐在栏杆上 距离地面有20多米高 摇摇欲坠 无论朱警官怎么劝 小伙都不肯下来 只是要求朱警官把酒瓶递给他 双方僵持了许久 此时消防员已经铺设好了气垫 在男子放下戒备的一瞬间 民警向男子扑去 把他救了下来 警察男子姓唐 23岁甘肃人 一和女友吵架 爬上西星大桥栏杆 他也觉得自己事业也不成功 家庭也不成功 爱情也不成功 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活着没有意思 在派出所 经过民警的反复劝说 最终终于做通了 小伙的思想工作 现在已经安全回家 前几天啊 这山东德州市区的 董子园景区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四名儿童在骑车路过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电动三轮车冲入水中 其中三名儿童不慎落水 情况十分的危机 危机时分 在此路过的热心人 孟兆平 肥奔上前 他顾不得脱掉衣服 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 由于不熟悉周边的环境 孟兆平跳进去之后才发现 湖水深不见底 情急之下 连枪了几口水 孟兆平随后又迅速回身 继续施救 他一头扎进水里 拖住正在下沉的女孩 奋力向岸边游 由于女孩的体重较大 孟兆平一连托举了好几次 最终才得以将女孩托举上岸 这时他深感体力不支 连续枪水 但毅然反身 向最后一名落水的男孩游去 直至把三个孩子都救上了岸 孟兆平才爬上岸地 接着对孩子轮番采取急救措施 据了解 今年49岁的孟兆平 是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指导组的一名干部 一个月前来德州指导工作 事发当天 他休班没有回家 于是出现了救人的暖心一幕 围观的市民 对孟兆平的仗义相救 连连称赞 他也被德州市有关部门 授予德州市建议勇为模范 荣誉称号 孩子如果我的未来 把他们救起来 人心里心安理得 孩子们好 就把家庭保住了 家庭保住了 社会就和谐了 我相信这个事就碰到任何人 都应该这么多 欢迎回来 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的理想照耀中国系列 将带您走进青藏公路 重温青藏公路建设的 艰辛历程 感知伟大的两路精神 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 秦海省会新营 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有一条主线十分清晰 它就是青藏公路 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向西 是柴达木盆地 此时的高原阳光正好 穿过大格勒镇 翻过嘎牙口 就是格尔木市 这就是格尔木 我们的帐篷搭到哪 哪就是格尔木 七十多年来 一代代青藏公路人 传承两路精神 从当初的开路 到如今的护路 几十年如一日 以路为家 养好公路 保障畅通 顽强拼搏 干当路实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我们就是属于第一代 秋藏公路上来的人 主要是养护工作 以养护为主 一开始就是任地铁客 后来慢慢慢慢就是 收腿车 然后再改成架子车 架子车再改成这个 牦牛车 牦牛车 再改成这个 收腹拖拉街 就直到现在 到了五道梁 哭爹又叫娘 纳赤台得了病 五道梁要了命 五道梁 纳赤台海拔高 属于洞土层和无人区 是青藏公路 养路最为困难的路段 1964年 24岁的吴战瑞 就来到五道梁盗班 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五年 我们就是为青藏县 一致服务 就是负责羞辱 往西藏涌送货 保证 西藏涌出县的长通 千里青藏公路 东起青海西宁 西至阳光之城拉萨 全长一千九百三十七公里 是中国公路史上一座 熠熠生辉的封碑 两路精神在传承 养路工作在更续 如今 这座应路而建 应路而新的城市 已经成为 已连接西藏新疆 和甘肃的交通地位 被列入全国性综合性的 陆地交通枢纽 成为三省通渠 路上汉码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交通方面的消息 作为长春市的一项民生工程 2021年 长春市将大力推进 断头路的打通工程 消除城市堵点 恢复交通顺畅 那么打通的断头路 都有哪些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长春市的南湖中街 是连接盛世大路 卫山路 以及移民路等街路的 转换通道 但是南湖中街 南段的断头路问题 一直备受市民关注 由于路中间的 汽车改装厂 存在产权等多种原因 导致改装厂不能拆除 因此一直未能将 这一读点打通 而在今天 经过记者踏查 这一路段的打通工作 已经有了实质进展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为长春市的 东卫山路 与南湖中街 就会出南行 300米左右的位置 那原本需要绕行至 幸福街才能够通行的 南湖中街的 打通工程呢 目前是已经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那通过镜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记者的附近 原本横跟在 南湖中街上的 汽车改装厂呢 在去年的7月份 已经完成了 拆线的工作 那目前呢 打通工作 正在紧张 有序的进行当中 那据记者了解呢 预计在 今年的7月末前 这里呢 可以完成 主路的通车 那这也将 即将大大缓解 三环 以及四环的 就通压力 据记者了解 至于打通工程 全程共计431米 宽度为40米 截至目前 现场排水 已经基本完成 预计附属工程 年底能全部完工 此外 长春市今年 预计打通 22条断头路 和卡伯路 目前 公平路 东西路东断 同康路 新开西街 丙三路 新开西街 北石条街 幸福街 甲二路 南湖中街 2019 长春市 棚改地块 配套路网工程 南湖中街等项目 已经列入 整治实施计划 截至目前 已经有7个项目开工 其余项目正案计划 推进前期手续 进行施工准备 为了更好地推进 吉林省体育事业的发展 昨天下午 吉林省体育局 签署了关于 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 战略合作协议 5月12号 吉林省体育局 与中国银行在长春 签署了关于 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从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 智慧场馆 体育装备等多角度 拓宽合作领域 共同助力 吉林省体育事业发展 为2022年冬奥会 做出贡献 围绕体育加金融 金融加体育 等不同方式 一定能够 在体育事业 体育产业 共同发展 也能够为吉林省 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我们新的努力 今天 长春市残疾人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及春季首场 线下招聘会 在长春市人才市场举行 那么现场都有哪些 适合残疾人朋友的 求职岗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田丰采是吉林省残疾人 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名 计算机专业的 应届毕业生 参加这次专场招聘会 是他迈出校门 走向社会的首次尝试 此次招聘会 共有28家用人单位参加 向残疾人提供 定向就业岗位300元 在招聘会的现场 记者注意到 今年招聘残疾人的 就业岗位 种类更加的丰富 相较于网年 保洁 库杆等服务性的岗位之外 还提供了计算机应用 市场营销 行政文员 电商运营等岗位 用过各别的几个 用过各别的几个 我觉得他们很上心 很努力 都会为这个岗位尽心尽力 单独立出来一个平台 给我们进行寻找工作 扩宽我们的眼界 还有寻找的这些方向和选择 是很好 招聘会的现场 还设立了政策咨询点 职业技能培训报名点 为有需求的残疾人 提供更多便捷 有针对性的服务 本次招聘会 还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招聘会结束之后 线上招聘将同步发布岗位信息 可以通过我们 长春市蝉联公众号 还有长春市蝉联 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公众号 都可以了解企业招聘的信息 进入到5月了 很多花都在陆续开了 美景不胜收 本应该在5月中旬 才到盛花期的牡丹 也不甘示弱 也悄悄绽放了 为这个季节再添色彩 长春市牡丹园 位于人民大街西侧 儿童公园正门斜对面 园内栽址 共11000羽柱牡丹 有西北紫斑牡丹 国外牡丹和中原牡丹 等260多个品种 目前园区中原牡丹 和西北紫斑牡丹 已经率先绽放 在5月11日的上午 开放了第一朵的牡丹花 是中原牡丹的品种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避 园区内的这些万玉珠牡丹 将会陆续的开放 牡丹花的花期会持续20天左右 剩花期将出现在 5月20至29号之间 待到这些牡丹开放的时候 这里也将上演 一种花惊艳一座城的 亮丽景观 为了提升市民的业余生活水平 我们也是在牡丹的生花期期间 举办牡丹文化节 有歌唱舞蹈等丰富多样的演出 我觉得这些花惠 还是不错的 今年养护的也不错 每年我都来 我觉得长春的牡丹园 就是长春的一道风景线 我觉得作为长春人 是吧 不用跑去洛阳看牡丹 一定要来长春牡丹园看牡丹 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 辉南四方鼎景区 5月期间可以免门票游览 那么这个景区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提前去转一转 四方鼎景区位于吉林省辉南县境内 驱车从辉南高速口经石道河镇 便可进入四方鼎景区 四方鼎海拔1233米 是辉南县最高山峰 一路弯多而险 坡斗且长 于是百度车应远而生 四方鼎景区和吉林省内的其他景区 都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儿呢 您可以感受到坐着车的来逛园区 沿着一路园区精心铺设的小道 那么中间呢 我们可以下车三次 比如说现在呢 我所走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丰台 园区三台贯穿 旺台 丰台 云台 丰台海拔1035米 沿站桥登指山顶云台 山顶建有一座62米高的瞭望塔 塔内设有观光电梯 游客可以到八层 九层 十层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 四方顶的最高点云台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是五月了 但是一波的整体的状态 包括透过我的造型 以及我的服饰 我们就能感觉到 此时此刻的风特别大 那顺着我们的画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车方顶的一个全貌 灯高望远 一览中山 较高的海拔 使夏天的这里 也依然会飘起雪花 观光游览 你一定要增益 在这个位置 大家还可以一览望四线 赏日出日落 观云海书卷 红南绿女的张美兴和张楠来了 这么多年了 说话唠嗑 还像过去那样子的吗 不是 我给你点 是不是 我什么给你点 点点点 这婚礼主持司仪见读了 没成想啊 这离婚也整得这么转移 这是祝福 二位旧人能够离婚开乐 这都是夏娃黑9点55分 尽秀尽秀 这姐夫不把大伙逗乐 他就不得休 节目的最后 再次提醒各位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热播的 抗战传奇大戏冰封 今晚呢 即将播出 第36到第39集 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武藏化妆成农民 潜入到根据地中摸清了地形 随后引来了新四军的大部队 对根据地展开了偷袭 这蓝亭书不幸被武藏杀死 谭部长自告奋勇 充当了幼儿 想引武藏现身 那么划明汉会采取冒险的计划 更多精彩剧情 也希望您关注今晚的经典战风剧场 电视剧《冰封》 还有要再次提醒各位 这两天天气回暖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春午秋冬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记住 尤其是老人孩子 别着急把这个厚衣服去掉 可以在中午的时候 换上薄一点的衣服 但是早晚的时候 还是要拿一件外套以防万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